如何反制一个人的冷暴力,招让他屈服呢? 如果你今天能把这个视频看完,一定能够顿武, 不仅能够彻底地走出对方给你的冷暴力阴影, 还能让这个人永远不敢再对你使用冷暴力。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冷暴力, 从心理上来说,冷暴力就是不回应不拒绝, 故意忽视你,不闻不问不管, 强行地阻断一切跟你沟通的桥梁, 那么习惯冷暴力的人往往有三个性格特征, 听完了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。 第一,极度的自私且自我, 一个人他对你使用冷暴力往往都是有他的目的的, 他知道冷暴力会让你难受,会让你痛苦, 他就是故意用这种冷落的方式让你感觉到痛苦, 从而逼迫你妥协, 让你答应他那些无理的自私的要求。 第二点,他遇到问题呢? 喜欢逃避,缺乏责任感,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, 他是不可能直接面对问题的, 所以遇到冲突和矛盾的时候, 他就会像一个乌龟一样, 把头缩到保护壳里, 至于他的冷暴力会不会让你痛苦, 是不是让你整夜的无法入眠, 这都不是他关心的, 你的死活更没什么关系。 第三点,抗拒沟通, 因为这种人他没有同理心, 这种人他所有的所作所为, 都很容易让人心累, 正常来说, 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, 哪怕是哭一下, 我们都会由于心不忍, 但是他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枕边人痛苦难受, 踏实而不见, 甚至他对你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, 那么面对这种人的冷暴力, 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了呢? 当然不是, 咱们一定要了解清楚, 这个人他对你冷暴力背后他打的是什么算盘, 冷暴力呢? 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, 如何让他的冷暴力对你无效呢? 就让他冷, 随他的便, 他冷你就过自己的生活, 当他不存在, 他冷暴力就起不了作用了,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人, 一定要先放下期待, 都掉不切实际的幻想, 一个人心对你冷暴力的人, 他其实真的不怎么爱你, 甚至都谈不上尊重你, 冷暴你的核心问题呢? 也是这个人的人品不太行, 所以他就像一个黑洞一样, 他能把你拉到无穷无尽的黑暗里, 面对这样的人, 最好的办法呢? 就是远离他, 不要管他的死活, 不要在意他, 这样你才能保证自己不受到伤害, 千万不要对冷暴力的人心存期待, 因为有些人的心啊, 他比冰窖里石头还硬, 又冷又硬, 你是无法捂热他的, 明白了吗? 两个人注定没结果, 还要不要继续呢? 后台又私信又问了我这个问题, 我的答案是要继续啊, 我之前的视频里就说过一段话, 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, 为什么还要活着? 花注定是要枯萎, 为什么还要绽放? 一百年之后,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, 也没有我, 我们奋斗一生, 带不走一草一木, 爱情也好, 生命也罢, 如果刚开始就考虑结局, 你会错失掉很多过程当中的美好,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, 我会死死抓住这段感情, 直到不得不放弃, 因为我觉得爱情从来都不是选择题, 不是不适合纠纷, 逆了就换, 爱是两个相爱的人一起为了彼此的未来而努力, 他配得上我的明知不可畏而为之的选择和坚持, 我也无愧于自己的一腔热情, 什么叫没结果, 同性之间都有结果, 异性难道就没有结果吗? 你要始终相信, 爱可以因万难, 但凡有人知难而退了, 一定是有人撒了谎, 还爱, 就该拼尽全力守护爱情了, 因为有些人光是遇见, 就已经非常幸运了。